有症狀 馬上出來做篩檢 一旦被我們匡列 我們認為你應該要出來做篩檢 現在應該有強制手法 為了徹徹底底把躲在台北市內的 COVID-19確診均數揪出來 台北市長柯文哲打算硬起來 動用公權力要市民們做篩檢 到時候如果是被衛生單位匡列 認為有需要做篩檢的民眾 你可是不能說不 有不然的話 凡是被我們這個疾病管治科 判定說它應當做篩檢的 沒有義務要配合做篩檢 否則應當用傳染病防治法 處罰3000到15000 配合做篩檢應當是國民的義務 所以關於這一點 我們會跟中央請示 但聽到這裡就知道這個強制手法 柯P還需要跟中央政府討論 要是中央授權通過的話 就會用傳染病防治法來開罰 誒 是說柯市長也不是那麼不盡人情 只要大家乖乖配合篩檢 北市府就會補助車錢跟篩檢費 該給的補貼都不會少 我們可以幫你付計程車錢 幫你做篩檢的費用 醫療費用全部我們處理 如果有確診 那後面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不過柯P現在之所以要強制 有染疫風險的市民做篩檢 就是因為呢 先前大安區的 鵝鼻喉科醫師確診 北市府想對確診醫師看的 200多名病患做篩檢 沒想到只有60幾個人 願意出門篩檢 最後還真的因此揪出 一名確診個案 加上環南市場7月1日 驗出確診的41人當中 經過兩天的時間 到今天只有5人 是因為出現症狀而送醫 剩下的36人目前都在 防疫旅館隔離 柯P發現待在防疫旅館的人 有不少人是年輕人 推測整個台北市裡面 確實存在著很多確診黑數 而且這些確診黑數 特別還是以身強體狀的 年輕人為主 41個 5個有症狀 意思是說8分之7你知道 他是沒症狀 這告訴我們什麼你知道 無症狀的黑數還蠻多的 在台北你知道 當大規模的感染已經壓制的時候 這些所謂在比較年輕族群 原來就身強體狀的 這些比較族群裡面 不症狀感染者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只是潛藏在北市裡面的確診黑數 似乎也跑到 虎林街還有周邊的永春市場去了 因為北市府發現 最近虎林街一直有零星感染 從6月1日到7月3日 已有13戶確診 其中有8戶都是家庭群聚 總共累計篩子例確診 為了避免病毒擴散 明天北市府會在早上8點到晚上8點 到永吉國小替當地發隔離的李明 虎林街跟周圍市場的相關人員做篩檢 明天會在永吉國小做採檢 那邊的名測 目前照測出來大概是3300分 在全面疫苗還沒有辦法開打之前 也許大量篩檢也是一個制雕的辦法 在永吉國小做採檢 在永吉國小做採檢 在永吉國小做採檢